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早 說到這個秋天是我最喜歡的季節 為什麼 因為天氣總是特別的舒爽 另外說到這個秋天總是充滿失意 因為在這個時刻大自然所呈現的美 它也是最特別的 再來我們說到秋天它是賞風的季節 尤其我們這回來到遼寧 它的楓葉肯定不能錯過 因為遼寧的楓葉在全中國算是赫赫有名 尤其現在不僅是秋天 它還進入了深秋 這時候的楓葉是紅的最極致的時候 那接下來就帶觀眾朋友去尋覓賞風 並且捕捉這楓葉紅的最極致的美 呈現給觀眾朋友 走 十月可說是遼寧最美麗的季節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整片山頭就像是披上一層紅毯 伴隨著高低遠近的山 及深淺不一的楓葉 讓東北的遼寧成為欣賞楓葉的名地 我們這趟將帶著大家一起去尋訪紅色祕境 第一站我們從地區險峻的鳳凰山開始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東北的鳳城鳳凰山 那說到鳳凰山它過去有個名字叫烏谷山 而後來為什麼會叫做鳳凰山 當然這過去是有一段淵源 也有段傳說故事 據說當年在唐貞觀年間的時候 唐太宗李世民 他御駕東巡的時候來到這邊 經過此山看到這個洞 這個時候就從這個洞 竄出了一隻鳳凰 而這鳳凰對他行三叩手之力 當時唐太宗他太開心了 於是就把這山命名為鳳凰山 而這也是我們來到這裡要探訪的一處秘境 來到這裡究竟要看什麼 除了看他的山是地形的熊 騎 俊 秀之外 另外我們知道這四季植物的生長變化 也會帶給這山形它的一些千變萬化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裡是秋天 究竟秋天會賦予它什麼樣的精彩 走 跟著咱們去一探究竟 鳳凰山位於丹東鳳城市 是遼寧四大名山之一 被譽為萬里長城第一山 鳳凰山分為東山和西山兩個區域 各有各不同的景區 相同的區一樣美不順收 令人不忍將續線離開 為了先保留點體力 我們決定搭纜車上山 之後再一步步帶領大家欣賞鳳凰山之美 我們現在就要搭纜車 走 好的 我們要稍微排一下對 我們看到這纜車的速度並不是很快 我們就打下一半 走 走 走歪一邊 我們現在就要上這鳳凰山 鳳凰山簡單來說 它分成東山也分成西山 而它最美景致就是在西山的部分 怎麼上山呢 我們這回先不用走的 我們改達鎖道 那說到做鎖道呢 並不是因為我們偷懶 就不想爬山 肯定不是 而是呢 用這鎖道來上山 它欣賞這山的角度啊 跟用走的肯定是不一樣 而且呢 剛在山下的時候也跟觀眾朋友分享了 這因言四季呢 因為這植物的生長變化 帶給這山體也不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面貌 而現在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是正值深秋嘛 所以這楓葉漸漸紅了 也把這山頭也染紅了 哇 這樣看過去 顏色真的是非常的繽紛 哇 楓葉根據品種的不同 會呈現出紅色 黃色 或許褐色等不同色彩 氣溫也決定了楓葉會呈現的顏色 由於山腳下的氣溫較高 所以整片綠色山林 具零星點綴著些許的紅色和黃色 鳳凰山最美的楓葉林 還要再往更高處走才看得到 像我們現在呢 這鎖道是來到了最高處 那眼前呢 就是鎖道的它的一個終點站 我覺得鎖道它的速度 是慢得恰到好處 因為所有的景色 這鏡收眼底 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一點都不倉促 OK 然後再另外一邊 我們已經看到了 是整座這鳳凰山的最高峰 這山路也是層層疊疊的 看過去這一整片的平原地形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哇 真的是很棒的一段旅程 好啦 快到了 咱們呢 要下鎖道 開始 徒步登山 其實來到鳳凰山 除了秋天可以賞風外 一年四季都可以來此 觀賞這裡的奇風怪石 像是西山上 舊有著名的老牛背 步步景 漸眼風 黑風口等特殊景觀 整條山路可是會讓你 越爬越驚險 越走越刺激呢 哇 看看眼前這段路 非常非常的陡 跟觀眾朋友預告一下 待會兒咱們要去這老牛背 這路更陡更難爬 好啦 咱們呢 就實際而上吧 那記得要爬這麼陡的坡度 旁邊最好是浮一下東西 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想不到才剛出發 就遇到如此的條件 接近90度的陡坡 走起來格外的費力 作為男生說起來 是有點太過了些 不過大夥們還是小心翼翼的 扛著器材 手腳並用 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邁進 因為前頭還有更驚險的山路 在等著我們 好吧 各位 挑戰開始了 這一段路走起來挺滿好玩的 而且這個石階長得 跟旁邊石階不大一樣 來到這裡你會發覺 這邊左邊一條 右邊一條 可以依照自己的 體能狀況來選擇 另外一邊就完完全全 就是一般的石階 但是這個石階 顯得有那麼一點點不規則 而且爬起來比較陡 要手腳並用 這非常非常的陡 不過滿好玩的 那我們待會兒要去老牛背 那至於為什麼呢 以這牛背這兩個字來命名 待會兒再跟觀眾朋友 好好地解釋 哇 快到了快到了 記得要手腳並用 而且走這麼一段呢 不要邊走邊拍照 因為真的很危險 好 哇 上面景觀很漂亮 這一段陡坡走得我們 是步步驚心 除了體力上的考驗之外 更怕一個不注意 就摔個頭破血流 還好我們一行人 都是經過大風大浪的考驗 只要專注腳下的時間 穩穩地走每一步 就不怕發生意外 哇 看到了 就是在這裡 看到旁邊呢 有一個石碑寫著老牛背 那只是這個點 為什麼叫做老牛背呢 簡單來說 看看這面山體 我們看到這人走的地方 包括這十階分布的位置 都是在這零線的位置上面 而這山極的形狀呢 仔細一看 真的挺像是一個牛背 而且這牛呢 還是一頭老牛 為什麼說老牛 因為看起來這牛呢 有點瘦 而且還帶有那麼一點點駝背 不過呢 這樣望過去 你就發覺這山頭 哇 離我們這邊還有一段距離 咱們還是要加把勁 加油 咱們上山 走了一個小時的路程 途中經過兩段陡坡 我們好不容易到達前往 老牛背的終極站 於是決定在此稍作停留 抓住這難得可以休息的機會 回復體力後再出發 在短暫休息過後 我們登上老牛背 這是一條山脊線上 狹小 寬度不足 30公分的小路 一次只能通過一個人 在此奉勸 有懼高症或心臟病的人 千萬不要冒險挑戰 因為我們就眼睜睜的看到 有人被嚇到腿軟 進退不得 整條山路大塞車了好多段時間呢 剛剛通過了老牛背 那其實呢 在通過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覺這路真的是挺滑的 而且很陡 但是你問我害不害怕 累不累 其實呢 剛剛完全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 因為這兩邊啊 這景色真的是太美了 光是欣賞這邊的美景 時間都不夠用 所以沒有時間去思考到 到底累不累的問題 那現在來到這地方呢 叫百步景 看一看上頭呢 這比剛剛那個老牛背還要來的陡 據說只要走一百步 就可以到達這山頭 所以咱們 加把勁 繼續走吧 哇 這一段 真的是 很窄 好 百步景開始了 現在說你為什麼 知道它為什麼叫這個百步景嗎 因為在每一步呢 這非常的密 OK 記得要手腳並用 爬起來才會輕鬆 我說爬這鳳凰山 真的像是在做極限大挑戰的闖關遊戲 每一關都在不斷地考驗我們手腳並用的極限 幸好大家的腿都很給力 順利攀過了百步景 緊接著我們到了一個今年才開放的特殊戰道 現在我們來到一處平台 這平台我們就發覺人特別的多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聚集在這裡 最主要這裡可以進行一項非常特別的體驗 什麼樣的體驗呢 就是可以走玻璃戰道 咱們呢 現在就從這邊進去吧 哇 那進去的時候呢 當然要先穿這一層這個塑膠袋 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我們知道這玻璃怕膜 它如果套上這塑膠袋 就是防止你鞋子跟玻璃面 會有些些的摩擦 太棒了 踏好了 走吧 套上這鞋套 你會發覺走在這玻璃圍幕上 特別的滑 來到這邊呢 當然啦 這個要有一點點膽量 不要輕易的往下看 因為一般人如果你有這個聚高症的話 恐高症的話 你往下看呢 肯定會有那麼一點點害怕 不過呢 對我來說是還好 好啦 咱們繼續走 而且呢 走這玻璃戰道 你可以發覺這所有的景觀啊 一覽無遺 因為這裡算是一個制高點 咱們現在就看看這片 哇 被楓葉染紅的山體 真的是滿美的 而且你會發覺它顏色呢 就是染得還不是非常的透 所以呢 特別精彩 你會看到有綠色 你會看到有黃色 你會看到有那麼一點點紅 你會看到深紅暗紅色 所以呢 這顏色是非常鮮豔 非常繽紛的 加上今天是個好天氣 哇 太舒服了 緊挨在七百多公尺 高山壁上的玻璃戰道 凌空而見 走起來 腳下有那麼些不踏實 站在向外懸吊的觀景台上 不論你是膽大的 透過玻璃往下看 或是保守的往前眺望 映入眼簾的 抖向續幅層次分明的話 離開了玻璃戰道 接下來的路程 並沒有我所想像的輕鬆協議 迎接我們的 反而是更多艱難 賢阻的道路 不過俗話說 柳暗花明又一村 有這些重重的阻礙 才更加能感受到 完成目標後的甜美果實 我卡住了 你繼續走 好 正是辛苦了我們攝影師 在這驚險窄小的路上 扛著機器拍攝節目 除了要注意自身安全 也要保護攝影機不受損 這其中的兩難 是旁人無法體會的 這一段真的是很難走 可以看到這是最窄的部分 如果你背著背包 肯定是過不了的 加上剛剛由於有點陡 然後地方窄 不小心超了一下 就鏡頭蓋 成了鳳凰山的一部分 好了 距離山頭 還有一小段距離 咱們繼續加油 走 走 從向了嵐車開始 我們走過了老牛背 攀上白布景 經過玻璃山道 整段路程是忽上忽下 又窄又陡 鳳凰山 關外第一險居民 果真名不虛傳 我們剛經過這地方叫老虎口 非常有彩 而且其實來到這裡 你會發現這裡有很多 像這樣的一個算是山洞 就是這石頭跟石頭中間的一個縫 那很多路就是要從這石頭縫中 竄出來 真的是滿有趣味性的 通過老虎口兩旁 已可見到風紅 再往下走 我們來到鳳凰山第二高峰 劍眼峰 向船風上的劍點 是唐朝大將軍薛仁貴 一屆所射穿 我們來到這稍作休憩 便繼續為風紅趕入去 走著走著 耳邊傳來美妙的歌聲 走完了新衣服船 拍手就笑哈哈哈哈呀 拍手笑哈哈呀 唉唷 來一個 老虎 怎麼現在呢 那上這個神馬峰啊 也算是我們這段旅程呢 最後一段路 然後上到一個最高點 就是西山的最高點 而且呢 發覺到一個很好的現象 就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休假日 但是人卻特別的多 可能是剛好呢 現在這楓葉開的是最漂亮的時候 你們這是 怎麼在拍節目啊 拍節目啊 是啊 啊 您剛剛已經挺陸戲的啦 都您的聲音啊 啊 是啊 咱們繼續爬吧 加油 有聲音啊 好 聽到我聲音了啊 有 聽著這美妙的歌聲 爬上神馬峰 原本難走的陡坡 瞬間感覺輕鬆起來 這一路上的疲憊 似乎也被這歌聲給療癒了 走過神馬峰 鳳凰山西山的路程也接近而深 迎接我們的 正是我們期待已久的鳳鴻 只有剛在想 什麼樣的季節來到中國東北呢 是最舒適的 就是秋天 為什麼會是在秋天呢 秋天啊 就充滿涼液 在大太陽底下還帶點溫暖 再舒適不過 那這回來到這鳳凰山啊 我們可以說啊 這鳳凰山現在就像是一頭火鳳凰 怎麼說呢 因為這楓葉將它染紅了 那沿途呢 這爬山過程當中啊 反倒是覺得 並不會太累 雖然這過程中啊 可以說啊 這白轉千回啊 因為這山路確實不好走 但是因為今天啊 非常熱鬧 走走停停啊 邊走邊休息 反倒是覺得還挺愜意的 那現在放眼光去 你會發覺整個鳳凰山啊 是一片璀璨喔 它顏色非常的豐富 最特別的部分在於這一片繽紛當中呢 突然有這白凸凸的山體 竄出頭來 讓這整個畫面啊 看起來有那麼一點點突兀 但是呢 也就是因此帶點趣味性 而這裡 真的就是賞風的最佳秘境 好吧 接下來還有一點點時間 就讓我在這邊好好的感受一下 欣賞一下 來到鳳凰山 除了賞楓葉之美 讓我印象更深刻的是 走在山極上 往下眺望時 那種登上鳳凰山的成就感 但是這不是我們 尋找楓洪秘境的終點 接下來的秘境行程 將會讓觀眾朋友們感受到 像是聚生畫部裡的美麗世界 天橋溝位於遼寧省寬店滿足自聚縣西北部 以野生的人生和十月的風紅著稱 是東北觀賞楓葉的絕佳之地 也是續界六大無污染區之一 山上森林滿布 大樹古墓眾多 山間還有清澈的山泉溪流 秋天曼山楓葉遍布 成了觀賞和拍攝紅葉的最佳地點 進到天橋溝 其實你可以選擇走山路 你也可以選擇走水路 而我們一開始先走走水路 感受一下 世界評比這裡 說這裡是六大無污染地區之一 這裡的分多金含量是非常多的 所以走在這裡 每一口呼吸都具有這種療癒的功效 走在這裡頭 真的是一場視覺饗宴 而且是一場紅色的視覺饗宴 這裡的風紅紅得非常的徹底 在這麼浪漫的地方 我也會不禁去想一想 最希望帶誰跟你一起走過 這麼浪漫美麗的地方 一進入天橋溝森林公園 最先遇到的便是清澈溪流 走在沿著溪流兩旁的風樹下 給人置身在電影場景中的錯覺 天橋溝浮原遼闊 我不能只駐足於此 水路的美見識過了 我們往山上去領略另一種美 說到天橋溝呢 有地質學家就譽它為是 造山運動最經典之作 那剛剛走的是水路 現在我們改走山路 走這山路要經過這最經典的地形地貌 當然是用最貼近它的感受方式來走它 所以呢 開始我們的徒步登山 走 天橋溝屬長白山脈 老里之脈 形成於1.4億年前侏羅紀晚期 範圍很大總共有蓮花峰 白潭谷 綠石谷 抗延遺址 山中小月五條不同的遊覽路線 接下來我們要探訪的是 其中最精彩的山中小月 小月峰 我們現在來到一處觀景台 而且看看就眼前的景觀非常的遼闊 那這趟來到天橋溝呢 可以看些什麼 你可以看流水 你可以看整片的領海 另外你可以看奇山 你可以看怪石 其實這裡的山體都是花崗岩組成的 層層疊疊錯落有致 看過去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會覺得很像什麼 會不會覺得有整群的駱駝從你眼前經過 而前面突出的部分都很像陀峰 所以這個地方又叫做群陀峰 好啦在這邊先欣賞一下美景 群陀峰是一座座高低不等各自獨立的山峰 棱角分明怪石凌巡 從觀景平台的角度望去 就像真有駱駝站立在前面 因為天橋溝的地貌獨特 所以爽齊虛怪岩就成了到天橋溝一游的另一重點 走在天橋溝的小境裡 兩旁俊修的岩石矗立在眼前 像是大自然的調色盤 有著不同的顏色與材質 這裡的一線天更是一絕 兩旁的山體就像是通往秘境的門廊 走過門廊整片的風紅出現在眼前 美不順受 休息一下 果然這山上跟山下景觀差了非常多 剛剛在山下看到這滿片的陵海非常漂亮 上這山來或許這山上風大了一點 強了一點 所以你會發覺這裡的葉子 大多都已經是凋落了 但是反倒走在這山林間有一種淒美的感覺 其實剛剛走著走著也挺納悶的 想說為什麼這山林這麼漂亮 但是卻飽石的這麼的原始 剛剛上早就跟我們分享說過去 這裡曾經封山200年的時間 為什麼會封這200年的時間 是說當時清朝政府將這座山給封起來 把它當作是皇室的狩獵場 所以咱們現在也雖然是正在享受著 皇室才能享受得到的秘境 翻過一座又一座的山頭 我們一邊往小月峰邁進 一邊欣賞著這繽紛的楓葉所帶給我的驚喜 路雖長但卻因為這裡的美麗景趣 讓我連淚都忘得一乾而淨 哇 沿著山路走呢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小月峰 那說到小月峰呢 在天橋溝它算是一個制高點 想要看領海 這絕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不過上到這上頭呢 由於現在季節算是深秋了 所以可以看到迎風面這一面的領海 哇這葉子被刮的差不多都掉光了 但是另外一面倒還是挺茂密的 仿若是兩個世界 看看那邊會讓人有那種 戀愛的甜美 但是呢 看看這邊呢 會讓人回憶起上一段感情的三處 而我上來的時候 看到一旁有位大哥在那邊拍照 不知道是當地人還是遊客 我們過去問問他好了 這位大哥你好 你好 怎麼稱呼 我姓張 B姓廖 你好 所以您是遊客還是當地人 我是負責景區拍照的 給景區拍風景照的 所以呢 對於這個天橋溝你可以說是寮若指掌 那必然 是 所以譬如說什麼樣的季節 什麼樣的時間點 拍哪個角度最美 你應該都知道 對 那其實我們今天呢跟您講一下 我們來到這 走了山路 走了水路 對那不過呢 其實走一走你就發覺 這應該是一般觀光客 他們來到這裡走的這個路線嘛 很漂亮沒錯 但是呢 有沒有所謂的秘境 或者是很少人到 有嗎 有必須有啊 漂亮嗎 我一會兒就帶你們過去 帶一個比較秘境的地方 我們挺幸運的 挖到寶 挖到你這位寶 所以你拍照拍得差不多了嗎 可以了 可以了嗎 你早急要去嗎 好 我們挺著急的 那咱們走吧 好 走 Let's go 這位專門拍攝天橋溝的張先生 每天都要上山一至兩次 為的就是尋找屬於這片山林的美景 他告訴我們 其實小月峰最漂亮的是他的夕陽 可惜的是今天天空不作美 無法讓我們窺見他的美麗 補出了幾張照片後 我們旋即跟著張先生前往他口中的秘境 張大哥 你剛剛帶我走這個公路 咱們也走了大概二十幾分鐘了 對 然後彎近這個很像山裡面的一個小徑 一條小道 這秘境大概還要走多遠 我們馬上就要到了 馬上就要到了 對 所以你平常拍照 你就是在往這山裡面這樣到處跑 對 然後到處自己去找這個景點 對 因為拍照裡那個風景很多 我們要需要步行啊 或者是搭送風車我們找 是 所以再往前一點就可以看到 對 我們馬上就要到了 OK 好 咱們往前走吧 陰嘴風 你再往上看 喔 我看到了 看到了沒 哇 原來是那個 對 這就是咱們尋找的秘境 為什麼叫陰嘴風 你看那個 往上看 像不像一個陰嘴 喔 你說上面這個部分是陰嘴 對 往上好像要雕什麼獵物 對 對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看一看 覺得很像什麼 有沒有像手指頭這樣子 比出了一個箭指 對 也很像 那另外呢 還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什麼呢 韓國人最近很奇怪 他們喜歡從口袋套出一個小東西 什麼 套出一個小愛心 有沒有 有沒有像 有 很像 對 就稍稍側一點點 對 挺妙的 你形容得也很像 真的嗎 對 因為它真的蠻像的 好啦 其實今天來到這個天橋溝 我覺得收穫蠻多的 不管走的是山路 那不管走的是水路 其實跟我們的景致 那種視覺衝擊都完全不一樣 對 真的很棒 非常的美 而且呢 這最後沒想到 在你的帶領之下 找到這秘境中的 可以算是小秘境 也算是為我們這趟旅程呢 留下了一個完美的Ending 好吧 你要拍嗎 我當然要拍一張 那你拍 多拍幾張 我找個好一點的秘境 是 獨特的像心虛 像什麼 端看個人心中所念 天橋溝的旗石片布 讓我為之驚嘆 走在這充滿風紅的山林 西邊 放眼望去的美麗景句 仿若秋天在這個世界 暫停了 每個人心中的秘境都不一樣 端看你對世界投射的感受 離開天橋溝 天野黑樂 儘管養足精神 明早再前往下個秘境 另一項路 有名字 明明目的 都不能斷 之發